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了对匈牙利经济的乐观预测 但该国积极的预测能够补偿欧元区整体低迷的经济前景吗 今天与我们连线讨论该主题的嘉宾是盖尔盖伊·高布勒 继今年财政扩张之后 经合组织建议匈牙利政府恢复所有中期财政目标 以使他们的债务得到持续的削减 同时创造进一步减债条件 乍看之下他们的声明有些谨慎 那么您对匈牙利数个季度的经济前景有何预测 您认为经济提升的主要驱动力以及风险分别是什么 对于匈牙利的经济前景 我认为最好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今年的情况对于该国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 我们预计其GDP增速将会达到3.3% 而谈及对明年的预期 我们认为经济增速会达到2.3% 也就是说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增长会出现显著的萎缩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今年第三和第四季度 经济增速开始有明显的下滑 而未来数年 外资的流入将会低于去年和前年的水平 当然这是因为欧元区的疲软 给孙亚利经济前景带来下行的压力 因为孙亚利80%的出口都是导向欧盟 因此如果欧元区的经济预测被向下修正 相应的也会修改对孙亚利的经济预期 央行将利率维持在记录性的低位 完全是意料之中 但众人对即将进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 保持着关注 如果通胀率水平没有达到中期预计的目标 这是否会让货币政策委员会 未来数月后下调利率 或者说这不会发生 在我看来 很有可能 匈牙利央行会决定下调基本利率 尤其是在决定将外国贷款 转换成匈牙利福林之后 不过也有可能 我们会决定将利率维持在目前的水平 这也是可以承受的 我们并不认为短期内 他们会决定下调基准利率 目前来说我们认为 维持当前2.1%的利率还是可以的 最有利的选择应该是 匈牙利央行保持当前2.1%的基准利率水平 一直到明年年底 您已经谈到了 在兑换汇率更有利的情况下 外国贷款将会被转换成福林 您是否同意未来几个月的货币汇率 会如过山车般波动 您对欧元对福林的汇率 有何预测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明年年初 匈牙利的货币汇率将会变得十分的动荡 真的就会像是坐锅山车一般 我们预计到今年年底之前 欧元对匈牙利福林 将继续保持当前强劲的水平 大约在305周遭 而明年年初 国外账户将会贬值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预计该货币汇率将会达到310 明年前两个季度 很有可能会高于这个水平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